你怎麼知道? 曹斯達 曹斯達 暴萊恩? 這麼趕趕去哪裡? 胡亂過萬路撞死你 你也知道了 你這個孫子這麼疼你 哭死他 你瘋了 你這麼趕趕去哪裡? 我?去香港書展2018 去書展?你懂得字嗎? 沒錯,我就是看中了 抑文新書 抑文踢爆字 說文解字 抑文新書 你知道抑文還有一本新書叫什麼? 天下至廣 非一人所能獨自 當然知道 另外 除了新東西厲害之外 舊東西也很厲害 你知不知道普羅 我寫了中祖康本 香港高官厚黑學 操控你一身的 六十四條廢話公式 當然知道了 書名這麼長 很深印象的 所以我這麼急 跑去這個會展的荷溫 一B-B十三 好,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晚也是合縱為息 我和齋主 首先在開始之前 我要奉買Radio的提示 提示各位觀眾去交這個月費 包括中聯辦 監聽中聯辦 港澳辦 香港警察 甚至保安局 之旅 朱公 不要監聽完之後就 都挺有心的 他們看了所有節目 其實他們每一次都會看的 我早就知道 因為他們 警察 其實他們都很慘 很忙 他們所有的節目 網台節目 那些 港人港地 G報 那些 他們全部都要看完 尤其是那些好位 湧場的節目 那些幾個小時 那些 神區那些四個小時 他們全部都看完 很慘 我不知道他是外出給別人做 還是他自己做 但是據說 就是在2014年的時候 開始 因應一些 大型的社會運動 又或者是某一些 新興的組織的崛起 尤其是本土派 那些 那他就 好像設立了一個部門 那 就是網絡的 監視監聽部門 專門看著一些 比較重要的人物 或者是有網台節目 看著他一舉一動 那樣 不過他們都辛苦了 麥寫四大份 公民袋記 有時候我說話都 兜兜兜兜兜 不是有組織 他都要打出來 那可能廢話少說 那大家都知道發生什麼事 就是前天 有沒有記錯 前天 因為呢 這兩三天 就太多電話 都轟炸 打爆了 打爆了 基本上去到昨晚 不知道9點10點 電話還來 網絡還來 那些記者 每一早上都來 9點10點 就說 前天早上 就收到警察的訊 早上9點多 兩位警察拍門 他說 我們是警察的牌照科 一個總督察 一個高級督察 一個叫陳貝貝 總督察 一個高級督察 叫羅羅勤 他們就說 這裡有一疊文件 四個公民袋 四個公民袋 都差不多滿 你當一個公民袋 一寸口 就是四寸口 我估計 後來 我也沒有數過 傳媒說 八百七十頁 七八幾頁 不要緊 七八八頁 一大疊 他說 根據這個社團條例 希望你收到這份信息之後 你就回覆保安局局長 這疊文件 給自己慢慢看 有個期限 我就簽收了 他拿了一張紙 簽收了 就拿走 好像掛號信一樣 其實他一直都跟蹤我 起碼在我前一天 我已經發現 有人監視 有人跟蹤我 可能有些是警察 有些是大工 他們都是同行 就是行家 整堆都報了 總之我一搭到家門口 沒多久 他就拍門 總之就是要 務求掛號信 送到我手上 現在我那份文件 已經公開了 我見你都看了 很多人都看了 開頭的時候 就是因為 通常我們 涉及法律 或者這些文件 都不會馬上公開 看看律師意見如何 律師意見 OK的 就公開 因為很多記者 不斷地問我 你什麼時候給我 什麼時候看 什麼時候拍張照 可以不可以 讓我們納兩下 我們不放出去 不拍了 你讓我看看也好 大家都是很熱烈地 想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就放了出來 大家都 我想都看了新聞 都會知道發生什麼事 雖然我沒有說 這個都是我第一個 網台節目 或者電台節目 各類的事情 大家都很想說 可以拍到我 沒有辦法 涉及到法律的問題 我也不想多說 也不想多說 也不想 可能我現在說的一句話 會影響到整件事的發展 雖然大家都對法律是失望的 大家也不會覺得 我怎樣 可以理據 回答那份文件 然後交給公安局長 保安局局長 又覺得你真是挺有道理 我就不當你是非法組織 我相信 也不要那麼天真 不過怎樣也好 始終我都要保留一個權利 即是說 我答得好 不答得好 我現在還沒抉擇 我會保留一個 我選擇繼續走回法律道路的一個選擇空間 還有你現在有一個加密的權利 你可以不出聲 不說太多的內情 要慎重一點 這件事 始終 因為影響的不單止我一個 影響的是 不是香港民族黨 而是其他的 政黨政團社區組織 或者是一些壓力團體 或者是整個 大一點點 整個香港 都影響深遠 所以我都要比較慎重一點 最比較close的 就是有些可能相同 有些近似理念的政黨組織 如果再遠一點 就是那些可能是偏遠一點的 不是很關係的 都怕影響到他們的組織 所以你看到 昨天已經出來遊行示威 已經有些政黨組織率先地 然後星期六的時候 也有民陣叫了人出來示威 好像有叫你 暫時不方便去任何活動 行動 遊行 示威 各樣事情 大家都明白 現在比較敏感 我說一句話 就可能已經會影響到整件事的發展 如果我去了活動 更加有可能是影響到整件事的發展 所以現在這一刻是比較謹慎的 我明天 如無意外 我就會跟律師去見面 聽聽法律意見 因為那一疊都比較厚 律師大家知道 他們不會輕易地說一些法律意見 他們要很詳細 很用心地看完整件事 要一些時間去論 鑽研一下之後 然後才認認真真給一個正式的法律意見 因為始終就是先擠開泛民主派的反應 有一件事就是 我看到已經有很多人在這件事出現之後 已經跑出來講很多意見 第一個最重要的就是 哇 一個人的組織都是一個社團嗎 經常有這樣的提問 但是我覺得就是 你們爭論這些細節的事情 其實是相當之多餘的 另外也有些人很關心民族黨 或者其他相類似的組織會怎樣 也有些人嘗試給一些法律意見 以及他們就這個事情的理解 但是我希望他們盡量 盡量 即使是 怎麼說好 其實都是好的 他從法律角度去給予一些意見 都是好心 但是這件事始終是政治事件 應該說 此其一 即是你想給一些專業的意見 我會呼籲大家 你真是專業才好給意見 此其一 因為你給錯意見 即使民族黨自己可能有 他自己的法律顧問 但是其他的組織可能沒有 如果他們聽了你那個 其實是此是非的意見 他們可能會觸招 最好就不要誤人自誤 另外第二件事就是 即使你是給了一個專業的意見 但正如一天所說 這是一個政治事件 你不可以用常規常理去理解 即是 好像2016年的DQ參選事件一樣 即使你是簽這個 即使大家覺得合情合理 根據法律應該這樣 即是香港人 習慣了這麼多年 所謂的法治 根據法律 香港社會是很公平的 公正的 平等的 公開的 只要法律是這樣 就要根據法律去做 即使你都沒有做過 你可能沒有殺人 但最後判了你殺人 那沒辦法 遊戲規則是這樣 法律制度是這樣 即是可能你沒有亂刨垃圾 也沒有誇張 亂刨垃圾 然後他都判了你 亂刨垃圾 那沒辦法 即你在這個制度下 你就要接受這個結果 這個是一路我們香港人的信仰 好老實講 大部份香港人的信仰 將整件事包含成一個法律事件 即是從法律角度去看這件事 我們就不是搞政治 不玩政治 只不過是依本子辦事 依法治國 這裏的法例是這樣的 我們根據行政程序 就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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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也好 規則也好 香港人太相信有程序公義這件事情 但是當你看到由這個 確認書事件開始之後 你會見到 有些人簽確認書又有事 有些人不簽又沒有事 然後有些人 本來不簽又簽了 認衰仔 都說你 我確信你是沒有轉變的 或者我確信你是為了 要避開立場的問題 或者是你為了要參選 而去改變你的立場 即是在這一刻 提出很多法律意見 或者法律觀點去解否這件事 去否思這件事 我覺得不是錯的 也不是說什麼不好的事 但是 設計一件事就是 不可以太天真 因為我們從DQ開始 因為這兩三年見到很多 大家覺得合情合理的事 根據法律這樣這樣這樣 就不應該這樣 但是政府其實是不理的 大家就覺得 為何會這麼荒謬 為何會這樣 因為政府真的 不會跟你們 再走以前的法治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公正公平公開 沒有這件事 只不過它現在需要一個明目 就是它有條條例 所以這件事 可能你今次分析 民族黨沒有危害國家安全 不應該是這樣 沒錯 在一個真正的法治社會下 你說的話是沒有錯 或者在香港沒有法治社會下 說的話都是沒有錯 但是現實的發展 就不會如你所願 這個就是我們所說 但是 都 是 就是說不要完全法律 那方面 但是在你 研究法律角度那方面 的時候不要忘記 這個是一個政治事件來的 就不是你法律怎樣怎樣就可以 現在是政治事件來的 它拳頭給你大 它政治力量給你大 它是可以橫行也可以的 正如釋法 這個釋法 就沒有根據基本法所說的釋法程序 其實它是一個 是改寫的基本法 其實它添加了條文下去 沒錯大家都知道 但是 這個是政治事件來的 你內去不可 對 就是難聽說 你吹它不著人 簡單來說就是 你可以捉橫棋的樣子 的方法 馬是走日的 但是對手就不跟規矩做事 馬行田給你看 那你在那裡抓住馬行日的 就是一直阻礙著規矩跟他講 然後跟著規矩跟他抓棋 但是他就不跟規矩跟你去做 而且他要贏你 那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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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直說規矩 你這樣做不對 你這樣走不可以 這樣 沒錯 你這樣說法是沒錯 但是 你如果在這個框架這樣 跟他 不要說鬥 簡單來說 你這樣 就是一直走幾十年都會輸 再說白一點 他現在就說給二十一人去回應 他那個提問 即不是回應的提問 他就說現在警察就建議 我保安局局長 就根據社團條例 第151章第8條 去行使一個命令 禁止你們香港民族黨的運作 和繼續運作 那我現在呢 根據他的程序 我是要給一段時間 你去解釋 二十一人 沒有啦 即是他根據政制做事 那如果我根據政制做事 好吧我就回覆他 其實呢 都很大機會 他可以說 我不接受你的解釋 那我就拒絕你的解釋 那他列為一個非法組織 即是下社會 你再運作他 他就拘捕你 甚至是 很多的情況 我們現在都不知道 即是可以說 好了 我明天宣佈解散香港民族黨 那我以個人名義 繼續去宣揚香港獨立 他可能都可以繼續拘捕我 我不相信你解散了 是啊 今時今日是這樣 他不相信就可以了 是啊 他質疑你可能地下化 化整為零 或者不轉其他不同的組織 即是你去參選的時候 他已經可以說 我不相信你是真心去宣誓 我不相信你真心去擁護基本法 那我現在說 我解散了香港民族黨 我不相信你真心解散香港民族黨 因為你繼續說香港獨立 都可以的 那就拘捕我了 即是由這個選舉主任 去到這個社團主任 都可以用一些 來做證據 即是他順立不順立 就是他唯一的標準的時候 哪怕這些事情 並無先例 這是很嚴重的一件事 整件事 他也可以推翻 其實這個是警察排照科 裏面的助理事務主任 相信你 你是真的解散了香港民族黨 然後我們就覺得要拘捕你 也可以的 行政就是我們依本子辦事 依法治國 那個形勢都是嚴峻的 所以簡單來說 都不要抱太太的期望 我們可以繼續 香港民族黨 不是一個非法組織 甚至是註冊社團 不要搞這些 都很大機會 你解釋是如何 其實他在背後 一早已經鋪排了整天的期望 即是他現在已經做了決定 只不過是 法律上 程序上 要求他給我一個機會 我去解釋 否則他就馬上 將香港民族黨 變成一個非法組織 但法律上 即是他要走過場 做大戲 即是他現在就跟他說 法律要求我這樣做 我真的跟法律這樣做 真的給了機會你解釋 你解釋完之後 但我真的覺得 很難令我信納 那我就覺得 你真的是那些非法組織 那 即是 跟這件事情有關係 但也不是純粹就你的個案來講 要說一點就是 社團條例的一些背景 社團條例是甚麼來的呢 坊間已經有很多評論人 已經說這件事情 其實是針對三合會 即是黑社會 但事實上不是 因為你看回歷史背景 由1949年 開始有這個 社團條例 以前 其實在1911年 甚至是20年代 的時候 這個 當時已經是 一個英籍的政府 社團 你知道 根本上 你只要有共同的興趣 共同的信念 自同道合 就已經是一個社團 大家因為 基於同一個信念 組在一起 就是一個社團 你可以去同鄉會 中親會 或者信同一個教 都可以組成一個社團 這樣 當殖民政府要管理的時候 當時還沒有訂立這個社團條例 但是已經有 那些本身 建在的社團 已經主動地向政府 去登記 即是告訴你 我是 有一個 這樣的會 然後裡面 就有 大概幾多人 我們是做些什麼 大家 簡單來說 就是害怕 你有什麼爭執 或者說你犯法 等等 就告訴你 我已經 暴避了 支援了你們 我們是這樣的 那 在1949年 就 就 定立了 這個 社團條例 去到 比較重要的修訂 就是去到1992年的時候 因為 這個主權移交之前 就引入了這個 人權法 香港人權法 就要跟這個 國際的人權法案 不是 國際的人權公約之類 那些 要看齊 於是 就為了 要去 跟這個 人權法 一體化 於是 就針對這個 社團條例 就放寬鬆了 因為本身 這個社團條例 它針對的 除了是 所謂的 三合會客社會之外 也都是針對一些 會破壞 所謂破壞 社會安寧 的一些社團 而這件事 究竟指的是什麼呢 就是 比如說 看回 50年代的雙十暴動 66年 67年的兩場暴動 尤其是雙十暴動 和67暴動 背後 是有 不同的政治勢力 去影響干預這件事情發生的 所以 當然 後來 過了 六十年代兩場暴動 之後 就 正式定立了公安條例 而 就用這個社團條例 和公安條例 去針對這些 所謂的非法的社團 也都是可能 有政治影響的一些社團 去做事 但是 1992年的時候 就放寬了 因為 基於人權法放寬了內容 主要的修訂 其實就講明了 所謂的破壞社會安寧 其實是指恐怖組織 就是那個組織本身是要有一些實現的行動 去顛覆這個政權 諸如此類 才 而 多數是牽涉到武力 所以 才會 這個也是跟回國際標準 就是 今天發政會司 應該是今天 他出了一篇聲明 說他們的看法 他們是律師 整班 說回主意見 從法律角度去看這件事 引起很多的案例 譬如是歐洲人權法院那邊 雖然大家的法制有些不同 但是 都依然可以有參考成這樣 去列出來 去到 怎樣為止去危害國家安全 就是說 可能要去到實際 真是動用武力 真是有軍隊 恐怖襲擊 那類這樣的事情 你才可以說它是 危害國家安全 但如果你說 純粹派傳單 演講 結社 組織 參選 這些都不可以 去到 危害國家安全 它引了很多的案例 法政會司的方面 跟你所說的 去到恐怖組織 才叫做 非法組織 或者是 那個標準 即它本身的含意就是這樣 但這件事情 去到1997年 臨時立法會的時候 就做了 亦都一系列的修訂 你看到 今次這個 社團主任 智保安局的信件 那裏看到 它是引這個 社團條例的8條1 A 150條真的有8條 A 有A和B 對 A本身就是 說到 社團 是有機會破壞社會安寧 亦都可以動搖到 當地的安全之類 是說到 National Security 或者是 Territory Security 的層面 第二 B條 就是說 當那個組織 跟這個 外國的政治組織 又或 應該是說 那個社團本身 是政治組織 兼且 跟外國的政治組織 或者台灣政治組織 有所聯繫 那聯繫 它本身也有些定義 不是說 吹吹吹吹吹吹吹 不是 而是本身是屬於 一些付除組織的關係 譬如說 收他錢 收到他指示 去做事 這些叫聯繫 對 這些是實際的聯繫 大家是一些付除組織的關係 大家互相真的有影響力 才算是這個聯繫 簡單來說 如果他要打你的話 因為之前你看到 香港眾志 都是 一B 來對付他們 因為他們 跟 時力 和太陽花運動 學運 那些人 簽了一個 台港民主連線的 約章之類的 說 互相去聲援 但是 已經 當時政府 已經出聲明 警告他們 是牽涉到寫權條例 一B 即是八條一B 但是 你也知道 就是說 他關注的事情 都是說 你最近 去台灣 我也不是最近的 他由我創黨的記招 已經開始 幾年 即是他兩年前 你創黨的時候 已經做了你 包括 放了幾個街站 有些街站的日期 地址 都列出來了 我們總共放了 38個街站 哪一天 在哪一道 全部都列出來了 即是他連我去 台灣高雄 上了那個 金星電台 我記得那個嗎 那個主持 都是用台語去說 有一部份 他也是連台語的 都打出來了 真的很厲害 他是不是找福建人禮物 不知道 不知道 他做得很仔細 在這一方面的行政能力 都挺高 是啊 連閉節目的 都蒙了出來 那 這個 這個就是看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 簡易來說 他現在就關注1A 但是事實上 你1AB就中了 可以是可以是 即是他講的 所以這件事情 就是說 他要針對 針對民族黨的心 就相當明顯 另一方面 會看到一些傳媒 看了700多頁 之後得出一些結論 有些傳媒 就列出來 說你有九大條罪 但是實際上 你再看一份文件 如果你完整地去 論一次的話 你會發現 其實那些點 不是一個一個獨立出來 而是他就一些所謂 是他們已知的事實 即是他列出來的五十一個事實 忘記它 即是由頭到尾 即是那些事情 列出來之後 他就每一樣東西去推論 歸立為有幾個類別 有個類別就是危害國家安全 還有公共秩序 我忘記了 他有一個就是侵害了其他 他人的自由 自由及權利 他就說 你這件事屬於國家安全 這件事侵害了他人權利 是這樣的 還有逐件事有些推論 他說你這些事情 就是關於這件事 還有另一件事情 就是說 你聲稱什麼什麼 但是其實你做這件事情 就代表了你是信不過的 你就不是那種主張 或者你Claim那種主張 就不是你自己心想的那一套 即是他又不信 那他 即是讀心 是的 他收集那些 兩年來收集那麼多情報 再分析研判之後 他就說 說 貴組織就有一個很神密 和一個不同時間分階段的一些策略 實際有執行 我記得他其中有一段 他就說 雖然 他可能現在都未去到真正 危害國家安全 但是 preventive measure 即是在未發生之前 要防患於未然 等他在真正危害國家安全之前 你應該要押殺於這個盟牙的階段 他講 即是他那份應該是附件二那裏 他85頁就寫到什麼 說你們 aiming to actualize 即是這個是 目標就是要去實現你們的最終目的 對嗎 而最麻煩的是 根據以上的背景 他就有必要地去終止你們的運作 以及當前和往後繼續運作 其實我看有整份東西都不是很技術性 也都不是很法律 那種的 即是他純粹就是 你有一大堆東西出來 看看這麼多東西 他還不是 這樣 即是他的邏輯就是很簡單 有一大堆東西 他就說香港獨立 又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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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收回什麼單程證 拒絕中國單程證 這些 一大堆 講一大堆東西之後 他就說 那麼多東西足以證明 他真的是危害國家安全 即是他的邏輯就是這樣 扔一大堆東西出來 他就是危害國家安全 他就是侵害其他人的自由和權利 所以就要禁止他 很簡單 你有這些主張 你看到那些親中派的議員 或者政客 已經說了 即是說 你未必去execute sorry 應該是說 你走去見了某些人 做了某些事 已經在execute這件事情 即是你說的 即是你說的就已經execute 他意思是 否則他為什麼 連電台這些事情都先夾出來 即是 譬如 那個電台說什麼 這個電台說什麼 這個電台說什麼 然後他又 夾那句話出來 你夾得下來 放得下來 即是當是所謂的犯罪證據 在他的角度 但這些是言論而已 即是我說的而已 扯你都說 跟你拍木頭 或者被你拍木頭 一起拍照都會死掉 我現在 很危險 即是那種 民風喪膽的 那些人 看到山人說 陳老天 要不要彈開三尺 即是要跟他保持距離 即是很害怕 那好吧 我們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繼續說 我們就喜歡 階段 方式 那些人 多段 索罷 什麼 。